我很少在坐飛機 我不知道連國內搬機 前一個小時就要check in了 不然咧 你要等起飛才要check in 因為我所有的事情都是 都是經紀人或是面人 幫我弄好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食尚玩家我要去出那個外景 食尚玩家 對 食尚玩家 然後就是跟梁哥 每一個人都在戲劇場 等我等到瘋掉 為什麼 因為我人家遲到一個小時 然後後來來不及的 他們就先飛了 後來我也要後補 然後我起床的時候我嚇到 因為一堆人找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親戚說 現在怎麼辦 對不起 我睡過頭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前一個小時 就要check in這樣子 不然妳以為多久要check in 就是我可能 飛機都會到他家店 沒有 妳可不可以請那個飛機 順便開到我家樓下 順便啦 風機飛機 完全不是這樣 沒有 我就想說 我提早半個小時 因為國內搬機應該不用那麼久 對 就比較快 因為妳還要叫車 然後司機大哥 如果就是開車技術又不是很好的話 就因為很慢 我就自己不行 我包包快 我得開我自己的車子 我就想說我自己開比較快 結果到了我忘記一件事情 我要找車位 找車位 要清楚 叫妳弟來聽啊 叫妳弟來聽 好 妳今天有加班嗎 妳順便來喔 妳順便 妳幫我把車開回去啦 謝謝啦 不是這樣 要記得吃飯囉 不要這樣子 我真的沒有這樣 我就想到我要停車 妳知道我記憶著說 妳還要停車 妳讓他整個發瘋 抓狂 大家坐在等妳 我們都好不容易 幫我怎麼辦 那妳就要讓我開到停機品嘛 不是這樣 我就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笨嘛 好啦 妳們原來看我好不好 妳們好兇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有一次妳要出國 妳是不是忘了拿護照 對 對不對 就是然後不是國外表演 然後她忘了帶護照 我們都已經在現場了 然後她居然把護照放在家裡 然後那時候好像還請人家 趕快去幫妳想辦法拿來 還有一次我要去 那時間來得及喔 好像後來有感到 有感到 還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要去中國大陸 就是去工作 然後我不知道說 連台灣的護照也要帶 所以我只有帶 台包鎮 帶台包鎮 如果妳在妳啊 真的 是有事嗎妳 那妳進得去嗎 後來還就是叫我弟 也是叫我弟 他弟啦 對啦 後來為什麼他弟弟 沒有在中國信託上班 因為姊姊的工作量太大 後來不留 那妳是不是遇到這種 蠻多會把自己過錯 變成理所當然的人 就是理所當然真的 像我的朋友 我上次文綺也是一個 然後我以前的男朋友 她就是那種很喜歡跟女生搞曖昧 手機啊被我不小心看到 有一些曖昧的訊息 疑似劈腿 但是妳問她的時候 她就會說沒有啊 然後可能幾次之後 她就有點不爽 她就會說 我就沒有怎麼樣啊 然後妳為什麼要一直這樣說我 而且他們最常講一句就說 是他們傳給我 也不是我傳給我 然後還有一次 真的超新 她居然跟我說 我就一時控制不了嘛 不然妳要怎麼樣 對 我就覺得 這本來就不是應該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就跟她大吵架 結果沒有想到她居然 超級賤的 我當下傻眼 我就覺得做錯事的人是妳耶 然後結果今天妳居然把我東西 就是好像因為她嫁小燈燒去 所以她就是愛面子氣不過 就包我東西 所以妳那時候住在她家就對了 算是她工作的宿舍裡面 然後我就是被她這樣子 給我一吵架去 我認識嗎 妳認識 真的假的 對 就是妳認識的那一位 然後後來她發 男生嗎 男生嗎 不然 你全都成熟了 全都男人 沒帶哭招就算 不然 現在還這樣 然後再來我還曾經幫忙她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這個前任呢 她算是 以前工作都不是那麼的穩定 然後我也其實幫她 背負了很多 債 因為她就是有那種賭博的習慣 一開始我不知道 糟糕 對 一開始我不知道 因為愛到了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才發現 她有這樣的惡喜 但是當下妳愛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 要幫她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後來還債還到還不出來 因為我能力也有限度 我還陪她跑路 我還陪她跑路 然後就為了她借很多什麼 現金卡什麼的 好險我現在都已經 有把她還掉了 太誇張了 對 但最後有一件事 真的讓我真的是很刺激 因為她後來 因為跑路之後 但是她有 應該說在 人家幫她介紹之下 有找到一個還不錯穩定的工作 我覺得薪水還OK 那那時候因為可能她的個性 比較有點是愛出風頭 對 所以她他們公司的 老闆的兒子 就看得很不順眼 但是老闆又很喜歡她 因為她的工作性質 是需要 很多服務媽媽的 對 就是比較需要跟大家在那邊 互動的 對 所以老闆很愛她 但是偏偏她老闆的兒子很討厭她 所以有一次好像有一個活動之下 他們有在 就是大家可能喝了一點酒之後 老闆的兒子就直接 當場嗆她 那我當時那個男朋友 他也是那種不服輸的個性 他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被你羞辱 當下因為大家都喝了酒 我就跟他說好 走走 我們就趕快先回去宿舍休息 結果回到宿舍之後 我那時候男朋友 他就覺得很氣不過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這樣被你羞辱 我決定 我不要走啊 但是我當下就覺得說 好不容易 你有一個不錯的工作 穩定的工作 而且老闆還這麼欣賞他 對 那麼欣賞你 而且這個工作對你來說 未來是蠻好的 那你現在也做得很好 那你不能說因為 遇到一點點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就放棄 就說不做 所以我當下就一直勸逐他 但是他可能喝酒 然後整個那個脾氣又上來 他就硬要 就是趕快搬 就是把他東西又收一收 硬要搬走 就是說他不做這樣 然後我就是極力的阻止他 結果沒有想到 讓他整個抓狂 我那一天 又把你包袱 綁一綁又從二樓這樣 比那個更慘 他把我壓在牆角 開始揍 然後 暴力 對 然後 真的 我不好意思講 對 他那時候比較少上節目 然後就比較少唱歌 因為他的臉都 我跟你講 我隔天 我被他揍完 進醫院 我隔天還有一場傷眼 然後我的臉是腫這樣去唱歌 天啊 對 但是我那一天真的差一點 我覺得我真的是人生跑馬燈 因為我那一天差點被他掐死 然後最後 最後是因為他拿一個鋁棒 往我的臉打下去 整個腫起來 之後才結束這個事情 因為他可能也嚇到了 所以當下我趕快被送去急診 但是 對不起 最後我還跟他複合 為什麼 他還複合 我跟你講 他遇到感情真的超詭異的 不過我認識他 他認識 他認識 就是那個男生 我剛剛那個是 他遇到壞的水溫 什麼 遇到壞的 那個慘 你知道嗎 可是他現在很幸福 有家庭又有孩子 跟老公都愛他 那個就像你一樣 遇到 冤親在主 對啊 冤親在主 真的 那你一切都過去了 所以你後來複合之後呢 他有有在打你嗎 沒有 但是我就是有看看 而且那時候他想要結婚 那我會怕 所以後來我就 還好 對 那有順利分手就好 有有有順利分手 OK 好啦 人好也是有限度好不好 自己眼睛要放亮點 有些忙就是不該幫 對啊 打女人真的是不行 很不棒的 磨給我 如果那 打不贏女人 那又更不行 喂 然後最後還有哪一些 討厭人的那種 占便宜語錄 來 優雲 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第三名 就是 總是用我只是說話比較直 不要太介意 來作為藉口 打日方針 這加的14.8% 我要分享說呢 其實有一種人呢 會用說 我把話說在前頭 希望呢 別人去滿足自己的想法 或是照著自己的意思走 那另外一種人呢 是覺得說 只要自己出發點是好的 別人就應該要完全的配合自己 甚至呢 出現說什麼 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或者說 脾氣有點不好啊 叫大家一定要包容他 那不曉得是不是 找藉口 事先打預防針 就真的該被原諒嗎 我跟你講 這就跟那個什麼 永遠用不好意思開頭 他永遠是最好意思的那個 對 不好意思 遇到死了 這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穿得像一個酒保一樣 要講的是喝醉酒的故事 我看到他一直想要點Long Island 對 來 玩一點 我一個朋友他是平常就是 個性很溫和 像大牛哥這樣很溫和 然後喝醉之後 斷片之後另外一個人 他的酒品非常差 他只要喝醉 他一定會抓一個東西摔 譬如說酒瓶也好 杯子也好 這真的是不該喝酒 就是他可能平常太壓抑吧 他壓力什麼的 然後感情也不順 然後至於有一次他又 又醉了 又站起來 摔完之後 隔天我們所有的朋友 都不跟他聯絡 當天有在場 然後他就會一個一個傳訊息 都不理喔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就開始批鬥他 一樣就把他當朋友 對 就說我們不是問我不理你 因為你一直都這樣子 我們真的沒辦法跟你喝酒 判若兩回 對 他就跟每個人就說 可是我平常就不會這樣 對啊 那他就乾淨酒啊 對啊 然後他又喜歡跟我們喝 因為他平常 又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 我們就常常在這樣子的 他就會講這種很關鍵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真的很像 昏迷指數很高 然後剛剛醒來的那種感覺 我手很想動 但是我動不了 然後我嘴巴就嘴巴說 我真的醉了 我真的不醉了 清醒之後他就跟我講說 就算我今天喝到十分醉 我也會用十一分的力量爬起來 去幫你找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不能每時候 你們不能每時候講這種 情緒勒索的話 每個人身體就不一樣 然後成長背景也不一樣 我不是說不想幫 我只是真的當下沒有辦法去執行 但他們就很喜歡 用這種言語的壓力 給我們這些朋友 這個真的是 因為好的朋友 真的好的朋友就會說 你少喝一點 不要啊 明天有事趕快回去休息 對 如果那種情樂的說 再待一下嘛 再喝一杯就好了 那我根本就是 有肉朋友 像我們就是很直接的人 臉就是長得那麼兇 那麼醜 那麼那個 所以每次老婆都說 你不要這樣 不要那麼兇 我說老人家就是直一點 對啊 不然我講話就是那麼直 不然你能怎麼辦 而且你摩羯座講話 是有時候是滿白目的 摩羯座就是一刀 就是要刺中你的要害這樣 因為他覺得繞圈圈 他聽不懂 我很可愛對不對 沒有 你沒有很可愛這樣 就直接跟他這樣講 所以老婆都會誤會 有一些那開不起玩笑 或是什麼 他聽不懂的話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直接 我覺得這樣直接一點反而好 不過有一次比較危險 是我們去泰國 然後你知道老人家 這也不是藉口 老人家血糖低的時候 就會脾氣非常非常的差 那一次我們也是 就去泰國卡土卡 那個曼谷卡土卡 要剛才開一個小時的車嘛 然後那時候 早餐已經沒吃了 然後叫我計程車 上車以後 你就覺得那個計程車就在繞 因為平常大概一兩百塊 就可以到 跳兩百塊還沒到 而且一直在那邊繞 一直在那邊繞 然後我就開始在後面碎碎唸 而且我本來一開始用中文唸 後來想不對 中文唸他又聽不懂 對不對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Oh no good Why you keep going around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然後那個實際聽到 可能音樂很大 No this is the right way 然後一直在那邊開 然後開到後來有點火 最後突然跳到三百塊 Yeah 他就說到了 結果一下車一看不對 對啊 因為那個恰途下是一個 那個事情應該有個大門口 他把我放在 跳一下事情很大 他把我放在最右邊的 那個屠宰場那邊下車 就全部都殺雞的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市場很大 全部都那種雜雞 然後全部都是雪的那種 他是要把 叫你去那邊給人家走 對 真的 我都覺得有點火 你知道嗎 下車以後覺得說不能忍 然後咪咪就說 不要不要 坐人不要那麼直接沒關係沒關係 我說不行啊 一下車以後 我那時候就犯了一個錯誤 我就那一下車以後 咪咪也像說不要聲音 我就這樣 就這樣拍一下他的那個 車頂 你在人家那種地頭上 對 然後我後來 才聽我的泰國朋友說 每一個那個 泰國那個taxi的那個車頂上 都有請那個法師加持過 所以你去看 他們的車頂上都有畫一些圖 或是一些髮像 或一些髮號之類 所以你摸到他的那個車頂 等於是就有點像 摸到光頭的頭一樣 是很進去 灌頂 對 灌頂 把他那個靈氣吸走一樣 把他柴氣吸走一樣 他一下整個火人 你知道嗎 他也下車 然後就用無限電那邊 就叫了一堆人來 然後就說趕快跑 然後我就趕快跑 然後那些人還要追走 拿那個什麼三角錐 要丟我 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還好 就有時候太子的話 其實也是蠻危險的 很衝動的 對 那但有時候就血糖低 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太餓了 然後又熱 又那個 就真的沒辦法 我們老人家 又想說去吃東西 他已經餓了那麼久 然後另外一次 也是跟校安一樣 就是又想喝一杯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一天也是喝醉 然後喝醉以後 好不容易 秘密把我送回家 再上一個社區 然後就覺得不行 不能吐在家裡 不能 我一定要撐住 男人最後的尊嚴 就直接在門口吐了 然後想說突然輕鬆吐了 然後想說輕鬆吐了 沒有 自己就跌到那個吐裡面 自己還跌到裡面 然後你把我拉起來 你知道那個很難拉 就好 後面把我拉起來 然後去洗一洗 然後想說洗完 睡覺起來說隔壁應該沒事 結果後來就接到那個 廣委會社區的通告說 不好意思那個主席人 你那個 剛才在我們那個路口那個 園藝那邊吐了一攤 那個植物都死光了 你到底多賭啊你 對 然後幫我們那個 因為那個吐了那個蠻餓的 然後那個植物的時候 他說好 那我就摘種一下 結果負責兩三次 一直摘兩三次都種不活 然後我說怎麼可能 我都已經負責了 然後公管說不好意思 因為你吐到 把那個土壤都酸化了 所以不只要換那個樹 連那個土都要換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 沒辦法整個 把那個全部都換一換 所以我們有時候 真的不是故意的 這樣也要花一些錢 也要花好幾萬 對啊 人家說了 吃虧就是占便宜 對 這個其實也不是不無道理 就是好像 感覺上好像是有蛇 有的 或許就會有的 有時候我們做人 亮大 壺可能就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覺得好像多做一點 應該會有壺抱 這樣感覺 你多做一點 花就開了 對不對 你沒有做的話 花就謝 要多的支持 花開花謝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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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